我叫李阿凯 今年22岁了 现在在做快递员 我是河南的 然后我爸妈都在河南住马店 然后我现在在北京 就是因为我在老家做夜场 那有了疫情 然后导致门面娱乐场所关门 导致我没有收入 然后还不上车带 所以就来北京 然后干快递了 我来北京一开始的计划就是 我换车带 但是后来感觉这个车带挺简单的 但是今年的话就是想用最短的时间 然后挣到钱 然后赶紧回去 那个凉土土在干嘛 是 取快递 取快递 哦 这边取件 哦 这两个 这边 这边 我来的时候已经借了他一万块钱嘛 然后刚来 刚来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就赔了人好钱 就崩溃了 就又想走了 但是后来我没走 健身下来了 然后干了一年 我再来北京之前 对北京的印象是 嗯 这里房租比较贵嘛 然后 然后外地车也不能开嘛 然后就这样感觉 特别不好这两个街 然后太难生存下去了 我来河南户口的话 在北京就比如说 然后点那个包裹在我身上 就比如说北京 北京呢 比如说 就比如说养老金 跟我们河南养老金就差了很多 然后我们北京的车 我们河南的车牌 就比如说河南的来北京办车牌就不好办 那在北京的话 去我们河南办车牌就比较简单 然后也没别的吧 什么去我们家把我弄完 我 我都不做 我来河南的车牌 那里面是一股的 我去山河南的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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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南的车牌 山河南的车牌 来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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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忙啊 山河南的车牌 山河南的车牌 我是om شك Mmm seeking kemi 跟我想的一样 然后他虽然房主高 但工资也高 就这样子 然后 我在老家做客里 Mai 然后就是四五千块钱 我在老家做快利用的话就是四五千块钱 然后存不到钱 在北京的话 就是能挣到一万多两万 然后出去开销还能存点钱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现在就好A座 A座前面 你到底来不来呀 我真不知道在哪 我怎么 我来呀 我不知道在哪吗 我现在 我这个 你不知道我A座是吗 你先来我这儿啊 我这等你半天啊 你把A座干嘛 来这儿啊 我在C座 C座 别 这就C座 你C座在哪儿 我没怎么进来呀 C座门口嘛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别人的情况 他们都结婚了 他们都比我大好多岁 他们都是为了养家嘛 然后来这边 每个月挣的钱 我都是自己花 然后 然后我父母对我的希望就是赶紧结婚 然后没有别的 我去给我前女友 他走的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 他说去年嘛 要给我去订婚 然后我没有同意 然后我就分手了 我来北京的打算就是在北京把车贷给还了 然后存点钱回去做生意 然后 开上我喜欢的车 然后 让别人羡慕我 别人就别跟着这一头 我来不等的 然后就让我将我的车贷给 那么多了 我还应该听ст话 我来了 您 不是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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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